第五套人民币是目前大家经常在使用的一套人民币。 在这套人民币中,面值总有六个,而且每一个面值都是常见的。那么你知道,在这些面值里面,都存在了哪些具有收藏价值的品种吗?今天就跟大家说,面值为50元的人民币吧。 这种面值,与第四套人民币里面的50元一样,具有两个年份,一个是1999年的,另外一个是2005年的。而这两个年份的第五套人民币50元,在收藏价里面被称之为两个版本,一个是99版,一个是05版,都是根据纸币背面上的年份来命名的。 而99版的50元人民币如今可不多见了。这是为什么呢?想必大家都有所了解吧。这里就不多说了。并且在收藏价中,99版的50元人民币是有收藏价值,特别是整刀的99版50元,据说已经增值三倍多。 那么我们现在所使用的,05版50元人民币呢?对于多数人来说,05版50元人民币,只是一种普通品种的纸币,但是大家一定明白,哪怕是普通的人民币中,都会存在一些特殊品种。 而这些特殊品种的人民币发行数量是有限的,并且在收藏价是有收藏价值,05版的50元人民币中,同样有这样的特殊品种。 而这些特殊品种,就包括了补号冠、首发冠、特殊号码等等。 今天就为大家说说,05版的50元人民币中有三组冠号,需要大家去注意。 这三组冠号的05版50元人民币,它正面是由AUJZZ字母组合而成的,而这三组冠号是05版50元人民币中的补号冠。 大家都知道,补号冠的作用是用来替补在印刷过程中出现错误而报废的。 所以大家在使用05版的50元人民币的时候,遇到全新品项的,一定要仔细查看它正面上的冠号到底是不是属于补号冠。 如果是,那么你可不要随便花掉了。 最后问问大家,你知道05版的50元人民币首发冠是由哪两个字母组合而成的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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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